一天一餐换喝汤煮瘦身。加入新香料,做对这些事效果更好。 讲到浅重,大家第一个一定会先想到就是饮食控制,但是忙碌的你,有时间餐餐准备三菜一汤吗? 利用制作方式简单的碱汁包寿汤,来取代平常高热量的外食,除了热量获得了控制,又不失营养均衡,绝对是减重的一大利器。 只要执行上有困难,绝对会影响到减重的效果,导致简虫更容易半途而废,简单,方便容易上手,才是简虫计划成功的第一步。 简汁包寿汤汤会瘦下来的原理,其实很简单,只要将三餐中的一餐,换成简汁包寿汤,总摄取的热量会比三餐外食还要低。 且因是经过设计的汤品,所以,营养均衡度高,微量元素足够,而且又不用挨饿,可以长期执行,所以容易操作且有效。 建议简虫折八瘦身目标的时间点定在八周,每周测量两次体重。 前三周是第一阶段,将晚餐换成只喝简汁包寿汤,不吃其他食物,此时的减重手段以饮食为主。 第四到六周是第二阶段,将三餐中的午,晚餐换成喝简汤低卡包寿汤。 最后二周的第三阶段,是两餐喝汤,再额外加上运动。 当然想要瘦得快一点,可以从第二阶段就开始加入运动。 两餐换喝汤,不建议替代早餐,而是以午,晚餐为主,注意! 早餐要吃得好,才容易瘦下来。 二餐包寿汤若想增加饱足感,建议是在中餐的汤品里加入淀粉类,也就是热量高的尽量放在中餐。 若觉得不会饱,可以在汤里多加一点蔬菜。 包寿汤的汤料要全部吃完,但汤可以不喝完。 睡眠 减重过程中,除了控制饮食,第二重要的部分就是睡眠了。 请注意,晚上11点到早上6点中间,一定要睡觉,尽量保持在11点前就入眠,正常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新陈代谢更顺畅。 养成一餐吃饱,就不要吃点心的习惯。 嘴馋时,唯一可以吃的是水果,其他零食,点心请戒掉。 水果一天吃两次,一次就是一个小苹果或橘子的量。 健康的减重速度,以一个月瘦2-4000克为佳,因为脂肪代谢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此外,饮食控制的减重过程,有时会遭遇停滞期,因此运动的加入。 也是非常重要的,这是因为人体的新陈代谢,会随助低热量摄取而降低,所以后期要用运动来提升代谢,即使一天爬10分钟的楼梯都好,当然能运动到30分钟最好。 建议市场楼梯,因为下楼梯一伤膝盖,除了运动可以增加热量的消耗外,减重中多喝含有新香料的汤品,能提高体温,帮助代谢。 日常注意 日常注意 一,包装零食,加工食品一律不可吃。 二,保健食品如鱼油,钙片都OK,平常建议补充综合维他命,可以帮助身体运作更顺利。 本文出自锐利美人国际媒体铲肉10公斤。 简直瘦身汤,全为营养师宋明化的60道浅糖低卡包瘦汤,一天喝一次,8周甩肉不负胖。 一书 讲到浅重,大家第一个一定会先想到就是饮食控制,但是忙碌的你,有时间餐餐准备三菜一汤吗? 利用制作方式简单的简直包瘦汤,来取代平常高热量的外食,除了热量获得了控制,又不失营养均衡,绝对是减重的一大利器。 只要执行上有困难,绝对会影响到减重的效果,导致简虫更容易半途而废,简单,方便容易上手,才是简虫计划成功的第一步。 简直包瘦汤汤会瘦下来的原理,其实很简单,只要将三餐中的一餐,换成简直包瘦汤,总摄取的热量会比三餐外食还要低。 且因是经过设计的汤品,所以,营养均衡度高,微量元素足够,而且又不用挨饿,可以长期执行,所以容易操作且有效。 建议简虫折八瘦身目标的时间点定在八周,每周测量两次体重。 前三周是第一阶段,将晚餐换成只喝简直包瘦汤,不吃其他食物,此时的减重手段以饮食为主。 第四到六周是第二阶段,将三餐中的午,晚餐换成喝简直包瘦汤。 最后二周的第三阶段,是两餐喝汤,再额外加上运动。 当然想要瘦得快一点,可以从第二阶段就开始加入运动。 两餐换喝汤,不建议替代早餐,而是以午,晚餐为主,注意。 早餐要吃得好,才容易瘦下来。 二餐包瘦汤若想增加饱足感,建议是在中餐的汤瓶里加入淀粉类,也就是热量高的尽量放在中餐。 若觉得不会饱,可以在汤里多加一点蔬菜。 包瘦汤的汤料要全部吃完,但汤可以不喝完。 睡眠 减重过程中,除了控制饮食,第二重要的部分就是睡眠了。 请注意,晚上11点到早上6点中间,一定要睡觉,尽量保持在11点前就入眠,正常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新陈代谢更顺畅。 养成一餐吃饱,就不要吃点心的习惯。 嘴馋时,唯一可以吃的是水果,其他零食,点心请戒掉。 水果一天吃两次,一次就是一个小苹果或橘子的量。 健康的减重速度,以一个月瘦2-4000克为佳,因为脂肪代谢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此外,饮食控制的减重过程,有时会遭遇停滞期,因此运动的加入。 也是非常重要的,这是因为人体的新陈代谢,会随助低热量摄取而降低,所以后期要用运动来提升代谢,即使一天爬10分钟的楼梯都好,当然能运动到30分钟最好。 建议试上楼梯,因为下楼梯已伤膝盖。除了运动可以增加热量的消耗外,减重中多喝含有新香料的汤品,能提高体温,帮助代谢。 日常注意 日常注意 1-1,包装零食,加工食品一律不可吃。 2.保健食品如鱼油,钙片都OK,平常建议补充和维他命,可以帮助身体运作更顺利 本文出自瑞丽美人国际媒体产肉10公斤 简直瘦身汤,全为营养师宋明化的60道浅糖低卡包瘦汤,一天喝一次,8周甩肉不复胖 一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